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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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 为什么你倒死了 还是不肯跟我 皇上 你也要尊重南风的意思啊 臭小子 算你有福气 我给我把nic码吶 你可能又可能 我其实也有福气 对人们要来 zeń子 他一年前 老草 是军造的 小街 难以安 不肯 你们好像是 阿拙 我们更深度 的知识 优独播室 的状态 所以有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 请你不要再说了 我喜欢的人是黄大哥 既然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人 我的心也已经死了 人生茶都凉了 还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爷您要什么样的姑娘 我要的是很特别的姑娘 有 我这什么样的姑娘都有 春蓝 东梅都过来 让大爷瞧瞧 快点 快点 快来 来 别吵了 大爷 这是春蓝 这是东梅 您看看 他们的皮肤每个都白白嫩嫩的 哥哥看起来都如花似玉 大爷 包您满意 我要的是风骚入口 一举手 一头嘴 一个眼神 就能够征服男人的高手 有的 有的 大爷您看看 您仔细看 一定有您满意的 她必须是官家小姐 大爷 您真爱说笑 好 官家小姐 怎么可能到我们这种地方来 她必须是全家都被皇上下旨抄家 男的全部斩首 女的全都被卖入烟花柳巷 背负深仇大恨的人 我去找找看 也许能找得到 这种是好漂亮 你俩真的没有 我再给你一切量 走 阿秀 你怎么在洗衣服呢 师兄 这是你的衣服 我一定要亲手洗啊 我的衣服有洗衣婆洗 你不需要做这种事的 师兄 你一定很累了吧 早点去休息 我洗一洗就好了 我睡不着 我眼睛一闭起来 就想到南风 师兄 我明知道她的归宿就是死亡 还是没办法救她 师兄 这是天意 人怎么能跟天意对抗呢 而且你已经尽畏了 是 人不能胜天 我也认命了 阿秀 我刚才在书房 算了众凶卦 众凶卦 众凶俱发 所为皆祖 代弊而已 我要大难临头了 怎么会呢 我偷拿玉玺 味道圣旨 私放良王 逃出天牢 这每一项都是死罪 阿秀 这次你要听我的话 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走 快整理行李 快点回老家去 听我的话 师兄 你遇到困难 我更不能走 我说不定会背叛冲军 你知道吗 你如果去冲军 我就陪你走千里 阿秀 师兄 这辈子 我都要陪在你身边 我永远都不会走 我永远都不会走 师兄 你怎么坐这儿啊 我在等你啊 等我 你便等就好了 外面风很大呀 我坐在这儿 如果你一进来 我马上就能看到你 大脚婆 你还生气吗 哪来那么多气好生 装一肚子的气万一爆掉怎么办 南风已经入土了 人家说人死入土为安 你就不要再牵挂了啊 可是 我还是很想他 老脚婆 我真对不起你 你对我这么好 我心里面却一直想着南风 要不然我教你 你如果觉得要对得起我 就答应我一件事 好啊 你说 你要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纳飞了 好 我答应你 我想 南风如果知道你以后不在纳飞 一定会很高兴 南风 我应该会很高兴 我应该会很高兴 你身体这么虚还跑一天 我帮你泡了杯深茶 都凉了啦 我就快没热的 大脚婆 刘先生 吴大人 请 我真的很佩服刘先生竟然有胆量来 这些人怎么这么说呢 你偷拿金书玉玺放走梁王 至少也会被判冲军 你还敢来啊 南风会跟皇上说些什么 谁也不知道 他能说什么 跟皇上说你跟小楼的关系 先生宁愿冲军也要来 是因为你要当一个大明的忠臣 大人宁愿被杀头也不放弃 因为你一放弃 你复国的大计就全完了 你就对不起小楼 所以你一定要来博一博 自我者 牛不温 如此的胆色令人敬畏 请 小楼的尸体要怎么处置 启禀皇上 小楼已经死了 给他一口棺木入土为安 吴威勇 你说要怎么处置 像这种恶贼死也不能饶过他 应该让他尸骨无存 吴大人 你的心肠也太狠了吧 不狠 不足以让乱臣自己死有个警惕 很好 我要你说的很对 把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置 你过关了 南风什么都没说 微臣遵旨 刘伯温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朕找你来 微臣知道 微臣盗取玉玺 未造圣旨 私放梁王 逃出天牢 每件都是死罪 很好 既然这样 你自己说 要判什么罪 冲军 死罪 只判个冲军 逃出天牢是娘娘所为 盗走玉玺 未造圣旨 是为了救梁王 微臣还记得 皇上也放过梁王 如果微臣要杀逃 那么皇上也要杀逃 微臣才判冲军 合情合理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去冲军 朕也得跟你去冲军 微臣不敢 皇上建立大明的江山 对社稷有功 所以江功补过 不需要冲军 那你打天下也有功 那么 是不是就不用冲军了 不行 微臣一定要冲军 一定要这样 你是皇后面前的大红人 正因为是大红人 所以一定要严办 要是满朝的文武百官知道皇上连大红人都发配冲军 他们一定会遵纪守法 不敢乱来 好 朕就派你去冲军 冲军八百里 谢皇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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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出乱惊喜 等一下 梁先生 娘娘 最臣叩见娘娘 起来起来 快起来 谢谢娘娘 刘先生 是谁让你带的枷锁 是皇上 这个死来里头 他脑子在想什么 你是堂堂的大国士 来 我把你拿掉 娘娘 微臣犯了天条 离当代家充军 可是先生 你是为了要救人才被发辟充军 来 把刘先生的枷锁拿掉 娘娘不行 我是皇后 快 是 动作快一点 谢娘娘 刘先生 这次你被发配到哪里充军 八百里以外的小镇 要到八百里以外 是 用脚走到那儿 那不断了吗 我帮你准备好了马车 娘娘 充军没有人坐马车的 好人当然可以坐马车 只有坏人用走的 娘娘 这样 我是娘娘 我说的话能够算数 微臣遵旨 好 请娘娘留步 刘先生 请您一路多保重 是 去吧 刘先生 刘先生 你放心 我会让赖丽头早一点让你回来的 哥 我们成功了 刘伯文会输给我们 就是因为他少了一个帮手 我有你在朱元璋旁边 你应外合 我才能赢他 哥 我从他计划 不能群龙无首 你没有尸首的权利 但是我有 我们铁蜜葵家族 可以没有我 不能没有你 哥 我记得你说过 不是有福气的人 你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的 大人 时辰已到 别火 别火 再继续 哥哥对不起你 为了复国踏击 哥哥没有办法留你全身 你在天之里 一定要保佑哥哥 战胜刘伯温 高垮大明 二位差役 请你们在门口等一下 刘先生 公务在身 我们必须寸步不离跟着先生 因为我师妹人很单纯 他要是看到你们跟在我身边 我怕他会担心 我们就在外面等 谢谢 阿秀 师兄 师兄 你真的回来了 你在干什么 我刚刚在补卦 看你是不是会平安回来 结果补到极卦 你就真的回来了 看来你补的卦还蛮准的 我马上就回来了 这都是跟师兄你学的 罪了 师兄 王上没有治你的罪 皇上说 看在我过去功劳的份上 这条罪免了 真的 可是你还假造圣旨 皇上说 看在你的面子上 这条也免了 你偷放凉王 皇上说 看在南风的勤奋上 这条罪也免了 真的 这条罪也免了 这条也不用 那条也不用 你就什么罪都没有了 我不但没罪 皇上还让我当巡暗大臣 巡暗大臣 巡暗大臣 听起来好大 大 你叫代天巡守 代替皇上巡视江南各省 很大的关 师兄 等我一下 我去收拾东西 你要收拾什么 收拾我的衣服 跑跟你走 不行 你不能跟我走 为什么 你又不要我了 不是了 我是打算这一次带天巡守回来以后 我需要给你澄清了 澄清 真的 那这样我更要跟你去 我们可以在路上澄清 一举两得 这样不是很好 我不会耽误到你的行程 阿秀 不过师父的遗愿还没有完成 我不能娶你 师父的遗愿 师父有什么遗愿 我带你去看看 师兄 这就是师父的遗愿 阿秀 师父当年跟我说过 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不能将河图洛书与新天八卦合而为依 这道难题 这种事情师父都没有跟我提过 师父跟我说 这辈子除非我能破解这道难题 否则我一辈子都不能娶你 师兄 你怎么不早说 这些年我一直帮助皇上南征北讨 这道难题我一直没时间破解 要是这道难题我能破解呢 阿秀 我去戴天寻守的这段期间 如果你能破了这道难题 那么这就算是完成师父的遗愿 只要我回来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成亲了 看我的 我就能破解 没问题 我看我们的灶状 我们的灵灶 希望我们的灵灶 这种灵灶 我们的灵灶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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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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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对今天 老爷 您怎么不告诉他真相 阿秀的脾气我最了解了 他如果知道真相 天涯海角他都会跟我去 老爷 我看阿秀姑娘对你这么好 你就让他跟着 也好一路照顾你 我一个人冲军 自己去就好了 何必连累他呢 老爷 您一路上要保重 我一路上要保重 木冬 木冬 金西 水北火南木冬金西 我解开了 我解开了 师兄 我解开了 第一大题我解开了 阿秀 真是厉害 继续 第二道 老爷 很快 已经破了第一关了 这道难题有三百六十关 越到后面越困难 那么要多久才能破解这个八卦阵 这道题连我都解不开了 更别说是阿秀 好 好了 三年后我就会回来 就在期间 替我好好照顾阿秀姑娘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不用送我了 老爷自己小心 多谢二位 成功 到这一点 有得 和老师 一ufen 小弟 你安心地去 回到南无礼国 回去我们的故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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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饼 停车 烧饼 刘先生 什么事 你好 两块烧饼 你要吃烧饼 我帮你买 我自己去就好了 来 谢谢 要再来 阿婷 两个烧饼 马上来 烫烫 来 阿婷 我一闻到你的烧饼味 就忍不住想吃 谢谢 谢谢 阿婷 我一闻到你的烧饼味 就忍不住想吃 谢谢 刘先生 怎么了 烤焦了吗 我换个给你 没事 老板 买烧饼 来啦 刘先生 这是 你们不要再送我了 快走吧 刘先生 怎么了 你们要是再跟着我 你们就没命 这是谁说的 烧饼说的 烧饼 怎么可能会说话呢 你们看这烧饼上的裂纹 这个 烧饼烤焦了 裂开了自然就会有裂纹 这又有什么稀奇的吗 就是说 上古商周的时候 用火烧龟壳 以龟壳上面的裂纹 来判断吉凶 这烧饼 就像是龟壳 烧饼是烧饼 龟壳是龟壳 哪有关系啊 你们看这上面的裂纹 这是八卦中的 下阵上砍 这只是裂纹多了一点嘛 这是唇卦上六 卦词是城马班如 窃血连儒 这意思是 乘车骑马都有大凶 就算是大凶 为什么只有我们有事 您就没事的 你数马 你先连 对吗 对啊 这卦词上有马 这卦词上也有连 窃血连儒 这卦全印在你们身上 这表示你们有血光之灾啊 先生这 你们快点走吧 我自己去充军就好 刘先生 我们是奉命押送你 不能离开啊 你们就说我畏罪潜逃 我自己会去充军的地方 刘先生 黄命在身 我们不能走啊 我也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 我们回去也是死 宁愿寸步不离 跟着先生去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顾 走吧 是 买烧饼 热乎乎的烧饼 热乎乎的烧饼 大爷 你看看 这酒味怎么样 不对 都不对 怎么会呢 大爷您看看 这些姑娘 我是照您的意思 找很久才找到的 他们的项目都不是我要的 我找了这么久 找了这么多人 都没有你画中那个样子的 刘先生快要下雨了 不能再走了 就在这间庙借宿一宿吧 我是一个戴罪之人 不应该入佛门的 天意啊 刘先生 刘先生 王爷 先不要激动 那个南风明明下了毒 毒酒皇上也喝了 他居然没死 他居然没死 你说 这是不是把我给气死 听说是刘伯温事先给皇后一颗解药 皇后却先让皇上服下了 这刘伯温仅是魔鬼 他怎么知道南风会在酒里下毒 这就是刘伯温厉害的地方 他从仙相看出南风跟皇上是水退昭阳之格 不过呢 以南风对皇上的感情 他不可能拿刀去杀王上 最大的可能就是下毒 跟皇上同归于尽 要是我的身边也有个刘伯温 情况就不一样了 天下早就是我的了 王爷 你本身就是刘伯温 我不行 我每一招都让刘伯温给试破了 王爷安排船夫毒死梁王 挑动南风回来杀皇上 这一剂差一点就成功了 真的是妙计 妙什么 最后还不是失败了 王爷只是没有算到刘伯温那颗解药 不过这盘棋我们还没输 船夫这颗棋子还是可以利用 船夫 什么意思 王爷 什么意思 王爷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嗯 那你不会偏做蛋清水 我会偏做蛋清水 我爱你 怎么不愿意 走用不 Skywalker 春秋初入瘦无穷 阿修你好可爱 左盼九哥 湾湖宫 一时你设玩狼凶 有个老人难集中 春秋初入瘦无穷 请这位先生过来聊聊 是 先生 我家夫人请您过去聊聊 夫人 想不到故事之中也有人会布天歌 在下刘伯温 原来你就是刘伯温 难怪 在下钻研天文地理 会布天歌并不稀奇 不过夫人也会布天歌 真是让人感到意外 我是跟随我家相公学的 夫人 跟您的相公应该是分离比较多 先生怎么会知道 我是从夫人的眼睛看出来的 眼睛 夫人的眼睛围锤 一相熟的说法 眼睛低锤 夫妻分离 先生果然是高手 有 几年前我相公到中原求功名 一直没回来 最近他才写书信 叫我到京城来 约好在这寺中相会 夫人是望夫之相 您的相公现在应该功成名就 刘先生看得真准 我相公他 请问先生 能不能从我的面相看我相公的未来 当然可以 人家说夫妻相 让我仔细看夫人的眼睛 我就能看出你相公的运势 先生 请看 先生 怎么了 奇怪 先生 我相公他怎么了 不是 是 难道我相公有难 不是您的相公 是夫人您 我怎么了 是吗 夫人 我不方便说 先生 我绝对不会怪您 请您直说 夫人 夫人会有 会有两个相公 先生 你太过分了 夫人 夫人 真抱歉 我就说不方便讲 是夫人一直要我说 就算我相公死了 我也会为他守节 绝对不会嫁第二个相公 夫人的两个相公都是好好的没事 我相公如果好好的 我怎么会改嫁呢 荒唐 这是命 夫人就是会改嫁 那么你说我会改嫁什么人 夫人目秀而成 必尽君王 什么 夫人会嫁给皇上 柳国文 你这是胡说八道 是什么 跟我说八道 你怎么会改嫁上 你现在帮我 愛你無知見 有你地北冠心底 冬天啊變沖春天 難忘人酒著有酒著愛咖啡 心愛的人未離開 我是真思念你 一天又看幾萬物 已經找去 想來生去 想來生去 全有風雨滅滅 想來生去 想來生去 又再唱去 想斷衝心 夢中看你一面不見 我頭嘴裡去